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这次的好表现 曾雅妮说 自己已经准备好重新出发 也会继续保持信心 回应球迷的期待 台湾高球女将曾雅妮终于找回手感 在泰国举行的本田LPGA比赛 赢得亚军 她开心地表示 已经准备好再次重新出发 就是很开心啊 就这次就是 就是也有一段时间 没有没有这样的成绩 然后我觉得这次就是 就是在我off season的时候 这个新的教练还有体能教练 还有整个心里的 就是这个团队 那我觉得都 其实都非常的好 然后就是有一点成绩 我觉得很开心 然后也希望可以 就是带来这个信心 然后在接下来的年度 也能就是保持一样的信心 曾雅妮近年来球况不佳 陷入低潮 这次比赛 第一天就脚出低于标准感 六感的夹击 与另外两名选手并列第一 第二天继续稳扎稳打 末轮打出五秒 零boge的夹击 最终以四轮总计两百七十五感 夺下亚军奖杯 粉丝们特地到场加油支持 也成了他迎求的最大动力 就很开心 尤其是每次泰国这个礼拜 都有很多的台湾的fans 从台湾来 所以我觉得就 每次看到他们都给我很大的动力 然后很温暖 然后我觉得在全网上 他们都是就是不管好 或是不好都给我最大的支持 那我真的要很谢谢你们 然后我也会继续加油 球评表示 曾雅尼的实力依旧 虽然第二天比赛状况欠佳 但他迅速调整脚步 相信之后一定能走出低潮 再创高峰 中央社记者刘德仓 巴达雅报导 美国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 希望今年和日本加拿大和澳洲等12个国家完成协定 使得TPP谈判进程 近来在美国成为热议话题 驻美代表处最近派员参加美国智库举行的TPP研讨会 持续表达台湾加入TPP第二轮谈判的意愿 强调台湾是全球资通讯产业供应链上重要一环 加入TPP有助相关产业提升竞争力 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长时间 因为我们要等待中国 但是中国很大 他们甚至不需要TPP 如果他们不想 但是台湾很坏地需要 我们不能等 美国商会则认为 台湾加入TPP难免有政治因素 美国商会常向国会和行政部门反映企业意见影响力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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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会代表也再度为美猪美牛消台喊话 认为台湾或许可以从着手解决美猪美牛卡关等问题 为争取加入TPP加分 中央社记者郑重生华盛顿报导 美国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最近举行研讨会 讨讨台湾在国际安全角色边缘化的议题 驻美代表沈旅巡与会指出 台湾在国际社会遭到边缘化的说法 还不足以说明实际处境 许多场合特别是联合国相关机构完全排除台湾 但是美国的协助和总统马英九的政策 令情况改善不少 美国智库报告建议台湾应该加入美国主导的太平洋边缘演习 即使取得国际行经组织国际原子能总署 国际民航组织和国际海事组织等机构的安全资讯 台湾是世界最大派發工人員 但它是由國際海派發工人員 是一個專業的專業 而是為了國際安全 安全 和環境的發展 在國際海派發工人員 所以台灣不可接觸最新的 規定制度和航空業的最好的習慣 報告中更說明 中國大陸持續打壓台灣 拓展國際空間 損害的是北京的利益 中國大陸也面臨恐怖主義 和核武擴散的威脅 排除台灣參與 中方反恐必定出現漏洞 台灣缺席國際安全體系 在兩岸互動增加 台海走向穩定之際 對中國大陸的安全 帶來新的風險 中央社記者廖漢元 華盛頓報導 中央社擁有陣容 最堅強的新聞團隊 全球布局 居台灣媒體之首 將近30個據點 分佈五大洲 以台灣觀點 掌握全球脈動 法國查理週刊 1月遭到恐怖攻擊後 休刊一個多月 日前重新出刊上架 但熱潮燒退 並未如槍擊案後 發行的幸存折板 一樣熱銷 書包店老闆表示 幸存折板 五週內賣了近千份 目前已經沒有存貨 最新一期的查理週刊 封面插畫 是一隻狗咬著週刊 向前奔跑 後面跟著一群面露憤恨的狗 其中一隻戴著教宗帽 一隻咬著槍 影射盛戰士 封面下方寫著重新出發 那一部分依舊諷刺 政治人物和宗教 但並未針對伊斯蘭教 有些巴黎居民 為了力挺言論自由 縱使原先不是忠實讀者 仍願意掏腰包購買 查理週刊在槍擊案前 只是一份小眾報紙 案發後 為重申反恐立場 及悼念罹難者 印製幸存者版 當時創下法國報紙 出版的新紀錄 訂戶數也隨之暴增數倍 莊社記者曾英璇 巴黎報導 陽明國際的電音三太子 文音習武 駐多倫多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舉辦新年度的台灣之夜 慶祝農曆新年到來 除了僑胞外 還邀請加拿大政要出席 每位代表致辭時 都試圖用中文說出新年賀詞 來 宣言快樂 恭喜 新年快樂 除此之外 現場還有兩位華裔貴賓 我很高興今天 可以參加跟你們一起 我也是台灣人 我是 我是出生時從台灣 台南 我們一九七年來加拿大 我們一九七年來加拿大 能更上層樓 龍聲隨著鼓聲不停轉動 今年台灣之夜 除了有往年的台灣美食及表演外 特地邀請苗栗卓蘭實驗中學 舞龍隊演出 他們顛覆傳統 把舞龍與武術結合 將龍舞出生命感 配上雄壯的音樂 帶給現場民眾陽明驚喜 中央社記者張洛萍 多倫多報導 帶您關心更多國際消息 以色列總理尼坦雅胡 預計三號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 力圖阻止國際與伊朗的核子計畫 達成協議 由於白宮不支持尼坦雅胡這趟訪問 導致美以關係緊張 美國總統歐巴馬對此表示 為了避免影響以色列三月大選的選情 尼坦雅胡訪美期間兩人不會見面 更多後續消息請持續鎖定全球視野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新聞資訊台和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吳依林 我們再會 我們再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